各位同学,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学习结核病的传播与治病。 首先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多项选择题。 如果得了活动性肺结核,正确的做法有哪些呢? 大家能回答出来吗? 正确的答案是ABD,不包括C,活动性肺结核患者具有很强的传染性,所以一定要积极治疗以后才能进行正常的工作和学习。 结核病是由结核分支杆菌感染导致的慢性传染性疾病。 它可以通过呼吸道、消化道、破损的皮肤粘膜等多途径进入肌体,侵犯多种组织,引起多器官的疾病,比如肺、脑、肾、骨关节、生殖系统等的结核病。 它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来进行传播。 研究表明,一个传染性肺结核的病人,如果不注意隔离以及个人卫生,一年当中可能会感染10到15个人。 危害性是不是非常大啊? 那结核菌是如何导致疾病发生的呢? 它是葛兰阳性菌,能不能像其他的葛兰阳性菌一样,合成并释放外毒素,从而导致疾病发生呢? 答案是不能。 那么,它是如何治病的呢? 靠它自己。 就是靠它细胞壁当中的组分,特别是含量丰富的脂质。 加上细菌在组织细胞当中大量生长繁殖,引起炎症反应,和机体对于菌体组分产生的免疫病临耸伤作用,从而导致了疾病的发生。 它有夹膜。 一听到夹膜,同学们马上就会想起来,哦,夹膜可以保护细菌,抗通式细胞的通式,抗杀菌物质的杀面。 结合分支杆菌的夹膜呀,可以帮助细菌能够粘附在巨石细胞的表面,从而侵入巨石细胞。 并且,在巨石细胞里边,降解宿主组织当中的大分子物质,从而给自己的生长繁殖提供营养物质。 其他细菌被通式细胞通式以后,通过通式体和溶媒体的结合,很快就被通式细胞所杀灭。 而结合分支杆菌,它呀,有着硫酸脑干质,所以它被通式细胞通式以后,不仅不被消灭,而且可以在通式细胞里边重活,以通式细胞为家,生长繁殖,进行后代的繁衍。 细胞壁当中的分支菌酸可以抑制白细胞的游走,使得白细胞聚集在结合分支杆菌的周围,从而引起慢性肉芽肿的发生。 菌体当中的灵质可以刺激局部单核细胞的增生,并且使得病造组织破坏,但是这种溶解是不完全的。 最终,菌体在6到8周以后,建立了针对结合分支杆菌的细胞免疫,所以在病造的周围会形成一个特殊的结构,那就是结合结结,这样就把结合分支杆菌封闭在了局部,但是在结合结结的中心,存在着干落样坏死。 所以,结合分支杆菌虽然不能继续生长繁殖,却保存了生命力,建立了且负感染。 这样,在机体免疫力下降的情况下,结合结结中心的干落药坏死,可以发生液化。 这对从活的结合分支杆菌就非常的有利,它们就可以趁机大量生长繁殖。 此外,在菌体成分当中,还有蜡脂地和结合菌素,它们可以借导强烈的四型超明反应应答,使得局部组织发生坏死。 这样,结合结结当中的结合分支杆菌,就可以趁机从原发病灶释放出来,通过气道以及血液向其他脏气进行播散。 同时呢,也可以通过谈液排出到体外,传播给其他的人。 好,下面我们就来通过视频来学习一下结合结结的形成过程。 聚氏细胞通试了结合分支杆菌。 结合分支杆菌在聚氏细胞里边可以继续生长繁殖。 随着机体细胞免疫的建立,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结合结结。 把细菌封闭在结结中,但是啊,结合结结当中的结合分支杆菌,仍然是具有生命力的。 所以,在一定情况下,就可以复燃,导致感染的发生。 这就是原发后感染。 好,今天我们就学到这里。 同学们,下次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